還要來看到是在這個月二十號才剛登場的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開幕當天因為縫事過大 導致無人機的演出被迫取搜 原定無人機要在昨天晚間來進行第二場活動上亮相 但是再度是因為強振風宣告取搜 甚至現場還傳出來說有民間無人空拍機掉落 砸上孩童 還有火燒 紅橋等等意外事故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第二場表演二十四號晚間登場 不過現場風勢過大 結合迪士尼百年周年輕的無人機演出 只能被迫取消 不料現場卻出現民間空拍無人機掉落意外 砸傷四名觀光客 造勢無人機被現場熱心民眾抓住 而受傷的觀光客立即被送醫治療 被無人機砸傷的四人當中兩名孩童跟一位大人擦傷包紮之後隨即出院 另外一名遊客傷勢較重需要逢針 因此暫時留院治療 花火節不僅無人機意外事故 海上煙花火種隨風飄落 主舞台區附近的西營紅橋 點燃橋上爆竹殘穴引發火警 幸好馬上就被現場待命的消防局人員撲滅 澎湖花火節盛大開幕後 澎湖湧入大批觀光客 不少景點也跟著遭殃 位於獨行石村文化園區的鹽菊書店後院公共藝術品 被遊客摧殘 變得東倒西歪 觀光客爆量 藝術品遭破壞 讓提供作品的藝術家們非常痛心 主管單位提醒 目前文化園區開放免費參觀 造保遊客還是要有公德心 千萬別讓藝術家的心血結晶被任意踐踏 記者林靜彤 彭博報道